苦灵,年底选战! 民进党必定大败! 苦灵直言,民进党得罪一堆人,年底选战必定大败! 土委蔡英文总统。 民进党秘书长洪耀福日前曾表示,年底选战是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,勇于改革,是民进党求胜的唯一方式。 自由作家苦灵却唱衰说,民进党年底选举,必定大败! 苦灵及老丁与老王的问答分析说,民进党的多项改革搞得天怒人怨,得罪了很多台湾人,被民进党改革到的台湾人,对民进党可说怀恨在心,是会用选票跟民进党判论了。 苦灵点出,像被捡了年金的现任和退休公交人员,他们虽大都默默承受不假话,但投票时,不趁机报个老鼠在冤增行。 他们肯定不会投民进党。军改条件虽比较好,但人对钱最认真了,少给他一百块也受不了,还是会用选票报酬。 而警销人员只加个小心水于事无补也愿。 修劳机法则得罪了企业主,广大劳工。法管案也让大部分台大师生,笑有对民进党反感。 那些被清算的国民党党党工和富随组织不用说,更是恨死民进党了。 苦灵在ETTD论坛撰文指出,民进党得罪一堆人后,就连很多深绿的教会,也因同婚政策支持不下去了。 总之年底选战,对民进党大大不利啊。 苦灵在ETTD论坛撰文指出,民进党得罪一堆人后,就连很多深绿的教会,也因同婚政策支持不下去了。 总之年底选战,对民进党大大不利啊。